Leo聊事記,聽聽動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印加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寫說的阿拉伯基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8點鐘方向 藍方的玩家是塔套,選擇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的工兵非常便宜 而且村民一開始會多藝村 所以會需要點下織布技術 那瑪雅人他的打法比較偏效於工兵跟步兵路線 他的工程器稍微有點爛 沒有工程或是生旅副分也是不太能用 沒有就俗思想 所以步兵跟工兵就會成為他的主力部隊 那主力部隊步兵路線又稍微爛了一點 沒有劍兵勇士 而且他的老鷹可以高達100滴血 所以老鷹血量最多的文明 但是要到很後期 那前期的部分還是要多靠自己的垃圾兵 或者是這個強弩去做一些壓制會比較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大約出生點位在於11點鐘方向 這個是瘋狂安迪 那安迪呢這次選擇了硬家人 那硬家人特色呢 是他的所有的軍事食物消耗 都是比較少的 不管你是要出老鷹啊槍兵啊 劍兵勇士 戰毛兵啊 投石手 還有這個槍隊長 折扣都是非常多 所以他其實也是很適合打這個槍矛前鴨的文明 那硬家人呢他的打法 聲率也是蠻 算是能用的 雖然沒有儲罪思想跟宗教狂樂 但是有幹劍科技 就儲思想跟印刷技術 還有這個異端斜碩 只有這幾個科技喔 要拿來擋對方的投車戰術 或者是擋一些特別的騎兵打法 都是可以拿來用的 那硬家人呢 之巫盾技術呢 也可以讓自己的老鷹 跟槍隊長的遠方更高一些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目前看到安迪黃金在左邊 下方有一塊黃金 上方也右 黃金的方佈位置喔 其實也是蠻糟糕的 有一塊附近在前面 但還好有一塊在後面喔 應該說是比較沒那麼慘 那還是偏慘的 這邊看到安迪兩棒棒出擊 這邊是棒棒開局喔 棒棒開局這個開局方式也不太一樣喔 是一個不太極限的棒棒開局 但這個時間點出來 確實也會給到對方很大的壓力喔 OK 那這邊直接看到模仿就開尻 也不管 那路的部分喔 看一下有沒有趕完了 看起來路還有一頭沒有趕 趕了兩頭路 那這也是現場棒棒開局的 可以打的一個重點 所以路不需要推晚 當然有推完式比較好 好 棒棒開之後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要來升到封建時代了 瑪雅人這邊也是分上去 那由於瑪雅人一開始喔 村民會多一吋關心 所以現在有支部喔 村民術也會比對手還要多一點 好 兩邊同個時間 升到封建時代 硬家人這裡應該不會轉裝甲步兵 會把這個路拿去投資一擊伐木 轉老鷹或是轉弓兵 都是比較適合的 但是用這個 硬家老鷹 配上弓兵的打法 全黃金兵打法 直接八人挖金 老鷹弓兵 一直按一直爽 那這個打法呢 比較像是一般的馬國 弓兵配肉馬的感覺 那瑪雅這邊呢 是早早就補下自己的士忌 這個士忌補得特別早 好 所以我們打村民術 回到外面了 好 結果棒棒還是繼續開打 那現在瑪雅跟英家 南美內戰 很久沒有看到在職業賽事裡面 遇到這個南美內戰賽事了 現在師帝帝國的文明太多了 像這種始祖文明 雖然南美也算是 當時的DROC文明 但現在已經算是始祖文明了 好 那瑪雅人呢 跟印加人 兩個文明都是蠻特別的 印加也算是之後才出的 這個士帝國最早期 只有瑪雅人跟阿茲特克 印加是比較後面才出的文明 那印加人呢 打法比較厲害一點 是他像是阿拉伯的霸主 跟他的槍矛前鴨跟老鷹 壓制力更強 省下的Loss實在太多了 他還不像虛者羅人 點下薩地利 才有食物軍事消耗減免 他在早期的時候 會減掉一堆 這個食物喔 就可以讓自己升級更快一點 但是瑪雅這邊更狠 直接一個買賣流 氣果子 然後 直接升到了 城堡塞 那這邊老鷹的威力 就會非常強大 因為老鷹會瞬間變成7點傷害 那對方老鷹現在只有4點 傷害差3點 完全打不贏 OK 那印加人這邊是有看到 XX這邊是打了一個 非常快速的升級打法 才14分半 就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瑪雅人城堡時代 也沒有什麼太多強烈的東西 還是要炮頭石車生旅 或是工兵 老鷹的一些系列打法 還是比較能打出傷害值 那前期的部分 還是要去轉一些老鷹 會比較安全 那但是如果打老鷹的話 印加人城堡時代 射箭場又能轉出頭石手 去克制老鷹 這就是為什麼 印加人在阿拉伯裡面 強度非常強 不管他是遇到步兵 騎兵 工兵文明 都有足夠的緩擊方式 好 步兵來了 果然馬上轉出頭石手 但頭石手很害怕 請頭石車 那這邊也要補一個工程 7支造所 去出頭石車反之會比較好 好 這邊直接讓老鷹出來 秒殺了這台頭石車 頭石手 現在遇到老鷹壓制 給的壓力很大 印加人點下了二級防 嘗試打 但是奴炮打頭石手傷害很痛啊 十二點傷害 所以頭石手沒有遠防的 所以被打個四下 就會死去了 但是一直躲掉奴炮的傷害 還不錯 頭石手努力丟石頭 沒有丟到 那讓老鷹一直在移動的話 哎呦這個頭車出來砸到了 好 我們也在找個一發 安迪這邊防守做得不錯 馬雅人 好 現在是遇到了困難 沒有辦法繼續往前壓制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講到 馬雅人的困境 他的生女科技有不太行啊 沒有救贖思想 就算你想說生女反制對方的頭石之後 也是沒有辦法有這個選項的 可是印加人卻有 好 好 那這邊馬雅如果前置不成功 石頭剛剛賣掉 待會可能還稍要買回來 開始開TC 不然就是要自己去挖石頭 但他的石頭位置有點危險 都在外面的位置 這裡最好是開個TC 或是這邊開個城市中心 都是可以考慮的 我覺得後面這裡可能會更好一點 畢竟有靠近墓區 好 頭子車過來看一下 打個擦邊球 半血活了下來 趕快修理一下 兩邊都在鬥之鬥勇 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很好的平衡點 好 頭石頭直接想要手撕清頭 有點困難 被拍到了一下 好 回頭再砸個一發 又打到一點 但是頭子車這一波也砸到了大量老鷹 然後這一波尷尬了 這個進去可能會老鷹死光 城市中心傷也是很痛 頭石頭有可能把這裡的全部拍光嗎 但是頭石頭臨死之前 趕快B陣 躲掉了很多石頭 最後火下來了 安迪這邊控制的很不錯 這邊拍一下老鷹上前 後面再砸一發 三個頭石頭倒地 但頭子車也暴斃 換掉頭子車 生女出來招翔 當然雅絲要被打死了 好 現在安迪開始殺了出來 塔套這邊是為了開城市中心的關係 現在顯身的兵力不太足夠 這裡繼續轉老鷹的話壓力很大 但不轉老鷹的話 就只能轉弓箭手 但轉弓箭手又怕頭石車 所以現在瑪雅人最好的打法 就是頭車奴炮配弓兵 整個路線會比較好 繼續打老鷹的話 可能會被對方的頭石手打到頭破血流 不然就是要趕快開3TC先開農了 對 因為在這樣子打下去 經濟可能會拖到 對方也有可能開TC了 所以不能再跟對方開戰期間 太堅持這個打法 好 頭石車過來 兩台互換 這台頭石車可能要被老鷹給收掉 臨死之前換掉頭石車 OK 踏到這波打得漂亮 好 這隻說明要趕快跑了 對阿瑪雅人家裡完全沒有東西能擋 工程器製造所在這裡也不太好 再按下一個新的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個 工程器製造所會比較好 好 安迪這裡點下1級農田 現在這個局面 對於瑪雅人來說相當不利 瑪雅對應加的對局來看 應加還是擁有絕對的主動權 不管是後期的槍隊長 或是老鷹植物盾 都可以對瑪雅的步兵跟工兵 造成極大的麻煩 尤其是植物盾這個科技 遠防太高了 瑪雅又是一個工兵文明 打步兵戰的話 應加人又有槍隊長 也可以用這個一點的射程 去做一個優勢交換 那瑪雅人的步兵科技 又稍微太爛了一點 也沒有尖兵是可以用 所以後期的瑪雅人打應加 勝率其實是太高的 但是C帝國是一個RTS遊戲 雖然有文明上的限制在 但是如果可以透過操作 或是配軍配置的方式 還是可以打出一些 不可自信的逆轉 馬上補下同層七製造所 這個就是一定要補 因為你這裡不補的話 你只能就任憑宰哥了 沒有辦法轉出生女去反制 你用老鷹也更不可能 因為老鷹這邊的同屍手太多了 但老一億多你就會拖到經濟 拖到經濟 你整個遊戲的節奏就會變得很差 遊戲節奏變得很差 你就會被對方滾水球 被對方滾水球 你就沒有機會打後勤 對方經濟肯定比你好 人家平安就可以把你收掉了 所以這個遊戲 是很注重遊戲節奏的一款遊戲 所以這個門檻也是比較高的 這邊 這裡 躲掉 因為世紀帝國 算是一個比較 需要重視經濟的遊戲 你可能要去調配木頭 挖石頭 黃金石頭 其他RTS遊戲 就只有兩個資源而已 所以調配上 不太需要花費太多行李 大家的獲取資源都差不多 主要注重在騷擾 但是世紀帝國 是騷擾正面 防守觀念 節奏都是很重要的 還有為家的問題 要怎麼把自己家裡為好 也是一個極大的困難點 當然這裡就是世紀帝國 最有趣的地方 這所謂困難的事情 我們才要去做 簡單的事情 就少做 所以世紀帝國呢 會玩世紀帝國的玩家 跟心態應該都是很不錯的 好 那我們來看到 印家人這邊點一下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補完了 待會就可以補下手推車 那這個時間點補推車 可能會有點太早 至少到七八十吋 或是九十吋之後 再去點這個手推車會更好 前期300肉 投資相當大的負擔 會可能壓縮到你的軍事 或者是讓你生地的時間 再更慢一點 那現在兩邊都是3TC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 是要趕快 那一方有經濟優勢的 趕快先升帝王會更好 那帝王時代 現在瑪雅人是轉出了 羽毛劍射手 看來帝王要打羽毛劍射手 城堡時代繼續打 搭回老鷹配羽毛劍射手的打法 可能不錯 雙機動性不對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的 就是用燒的方式 雖然操作正面打起來不會贏 但是用操作的話可能是有機會的 瑪雅的羽毛劍射手 就是有這個操作空間在的單位 因為移動速度快 可以當馬功 秀典操作 可以把這個烈士慢慢打回來 瑪雅人這裡中 補下了二級伐木跟一級農田 經濟差距剛剛看到差了快要1000 但是這裡中補下了科技 經濟可能會稍微慢慢好轉 瑪雅的資源可以再挖得更久一點 所以如果硬家人拖到大後期的話 黃金的最後挖掘的總數 可能還是會輸給瑪雅人 所以硬家人可能還是要早期決戰 或是地出地中就要打完 打到地後的話 瑪雅人的優勢會更大一些 好 那我們看到硬家人這邊是兩隻僧侶 一直想要給壓力 僧侶科技其實並沒有補下太多 甚至連神聖思想都沒有點 血量都沒有點 單純就是跑到前線 幫單位補個血量 眼毛堅射手一直想要去騷擾 但是沒什麼機會 好 現在要攻擊手稍微抵抗一下 硬家人再來也點下了 步兵鎧甲 已經勇士的升級 他還要準時點下了二級射 好 這裡預判 打得不錯 硬家這邊直接被收掉了一隻僧侶 第二隻也拿下 攻擊手這邊想要秀 散兵 散兵散一下 但是沒有彈道學打得有點歪 好 但彈道學這裡可以補了嗎 又補了一個城堡 哇 瑪雅雙堡 彈道學補下了 現在瑪雅有一點爆木頭 所以導致現在升級實在有點跟不太上 硬家這裡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帝王時代點下之後 硬家人的關鍵科技之巫盾 就可以碾壓瑪雅的羽毛劍射手 那我都會戲稱 硬家的老鷹 根本就是跑得更快的哥德衛隊 雖然哥德衛隊本來就跑得很快了 造價比較貴的哥德衛隊才對 造價確實比較貴 哥德衛隊在哥德來說很便宜 那硬家這邊呢 是食物比較便宜一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插寶 看好不好插這個位置 插這個位置能插到 直接控兩個城鎮中心不錯 這個位置也不錯 好 直接貼上去 哇 直接控兩個城鎮中心 硬家人這一波升級 只要對蓋寶 你蓋寶 我也蓋寶 結果偷子車被換掉了一台 弓箭手往前 直接開射 V陣 堵掉 直接分成三坨 打人多的地方 OK 臨死之前還是有拍到一下 好 硬家這邊的城堡 比較先蓋好 這邊可能要死個幾村 才能把城堡蓋起來 還有10%時間 需要再11村 這個寶還是蓋得起來 但帝王時代還是硬家很優先 所以這根寶應該是可以守住 待會接下來的巨頭戰爭 後面這些老鷹也想要往後繞幹 但是這邊敲敲之後 村民馬上把這個牆給修了起來 好 房子這裡繼續補 這裡要小心 現在硬家補下的縱火技術 有縱火技術的老鷹 打房子速度是很快的 這坨老鷹往前直接射倒了幾隻老鷹 老鷹現在沒有植物盾 趕快點掉 雖然老鷹雖然要2防 但遠防也是5點 要趕快點下3級防 跟... 英勇士 精銳英勇士的升級 遠防才會再更高一點 好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3TC開農 英勾這裡轉出來投石車 跟衝車出來 裡面還載了兩隻村民 待會還可以放出來修理一下衝車 那這個時間點 英勾其實蠻適合開第四個城鎮中心 再繼續稍微農一點點 把後面的經濟支援點再稍微保護好 甚至在野外開一個... 野礦TC也不錯 但他的野礦其實在下方這個位置 所以他這邊應該是在找野礦 好奇怪 野礦怎麼不見了 所以他的野礦是在左邊這裡 好 追星投石機出來 現在馬爾人開始開挖 暗底的黃金 這個黃金真的香 開採了一下 但是前方感覺快守不住 馬爾人帝王時代 這手補下 換了一些 老英升級好了 現在擁有7點遠防 羽毛劍射手 現在怎麼射 都是一滴血 到了帝王時代的羽毛劍射手 完全版本也是9點傷害 所以之巫盾在點下 怎麼打也是一滴 這就是或許印加人 還是更有優勢的原因 要轉步兵打的話 就只有雙手劍兵 可以扛 可以跟他打老英戰 馬爾雅的話 雖然有黃金國可以打得贏 但是對方又有投石手 這邊就真的很頭痛 好 只能說 馬爾雅現在要打贏 只能靠操作了 正面印A 肯定是沒有希望的 好 這個衝車有點衝過頭 裡面兩隻村民 是忘記了嗎 還是他以為裡面這兩隻 單位是老英呢 好 對方時代還有15分鐘 印加人點下的戰毛病 受不了了 這個羽毛劍射手 數量有點多 不太好受 好 先點掉這個衝車 好 我們被打出來 好 先點個精銳升級 三級射 趕快按一下 先點化學 而不是三級射 好 三級射也要趕快 這個增加射程很重要 好 三級射有了 點一下囉 三級射趕快點 右邊的羽毛劍射手 開始多線分推 OK 英勇士現在是七點遠防 點完週並九點 所以現在暫時打英勇士 還是正常的 減兩滴的傷害值 好 印加這邊沒有打算要繼續投資 自己的老英路線了嗎 這時候突然轉弓兵路線 我覺得有點微妙 連這邊轉弓兵 讓他自己的老英的 壓制力變成沒有了 那這一波老英出了 反而不能做到事情 就會很難受 如果他真的要用戰毛兵去擋的話 就不應該趕快去投資三級弓兵鎧甲 這個步兵鎧甲 而是三級射要先趕快點 還有這個弓兵鎧甲也是 還好他這裡沒有投資金銳鎧勇士 算是即時停損 當然這波老英 有升級三級步兵板甲 只要能往前衝 騷擾一下 這樣的投資就不算太差 既然兵造了 就要拿來用 而不是放在家裡 眼睜睜看著自己家裡被騷擾 哇這一波打到雙線打得很好 聰明級殺數來到了17殺 但是這波老英衝進來的話 塔塔這裡也要遭受到痛苦 哪裡這一波 果然擋不太住老英的騷擾 畢竟瑪雅並沒有 投資手這個單位可以用啊 好 贏家化學點下了 現在贏家人缺的只是 護兵的鎧甲 但現在肉大量被控住 戰毛兵有點難產生起來 右邊的陸區兩根劍塔 稍微可以守住這個區域 但是老英已經衝了進來 現在塔塔家裡也是需要做一下防守 好 勝率出來直接被捅死 老英開始慢慢補了過來 這一波後面趕快圍 OK 這一波圍得很漂亮 直接圍了一個大房子 長想 長醒的房子 OK 現在27隻羽毛劍射手 哇 射這個 好笑點快啊 在堵住門口去路 不先打承門嗎 不打承門 這邊再繼續圍 哇 死的死 殘的殘 這個老英最後還是被大量的羽毛劍射手給射掉了 那羽毛劍射手呢 打這個瑪雅的打這個步兵單位 有加兩點攻擊力的關係 所以射老英喔 雖然植物盾來的話 只有一滴血 但是加他的兩點的步兵傷害值的關係 所以其實到後期 還是可以一發打3滴的這個傷害值 這邊可以看到 羽毛劍射手是步兵加2 長槍兵加2 所以還不錯 所以瑪雅真的要克制大量的老英的話 羽毛劍射手還是可以考慮的 好 那對方大量戰毛的話 自己可以轉老英 但是塔塔也可以選擇投石車路線 中頭和羽毛劍射手 這也是以前比較熱門的打法 除非對性的火力壓制 中頭真的補下了 看起來真的是想要升投石車路線 直接砸爛 巨型投石機 現在一台都沒有按嗎 有 後面補了5台是不是 哇靠 直接存了5台在後面 英家人 這裡看起來是殺到生活無法治理的狀態 經濟有點慘烈 現在瑪雅人經濟反超3000隻眼 沒想到塔塔透透過多線操作 讓英家人打到頭破血流了 好 這時候趕快補一下 雙瓦技術 增加一下城堡的防護力跟血量 中頭一升好 火力直接砸下去 砸的不是戰毛兵 而是後方的投石車 巨型投石機直接被砸爛 中頭往後砸了一發 第一時間收掉了羽毛前面的老鷹 後面的投石車在砸 直接拍爛大量戰毛兵 紓壓了這個畫面 英家人直接打出了聚局 我們恭喜塔塔 瑪雅人拿下比賽勝利 哇這一波是非常精彩的逆轉 直接5台巨型投石機存起來 瞬間秒殺城堡 大量的羽毛奸勝手 騷擾到英家到生活無法治理 那後面的老鷹的投資也 並不是這麼的好 這裡應該還是要提到 投資自己的戰毛兵出來會比較好 戰毛兵剛剛就是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 第一波塔塔 騷擾得實在是太漂亮了 把這裡的大量的肉直接控住 讓他經濟沒有辦法很穩定的成長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瑪雅人 最後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黃金稍微贏了一些些 似乎輸了一千左右 但是木頭跟黃金跟石頭都贏了一些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要緊接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